先看视频 我刚刚这咋的 这时候多要不要吃了就是 今天得到往年多七成 一天六三千斤一个成 七八十条尺盖 损失不减就是颗粒不瘦 看这个海鱼卖的话 能弥补你的海鲜吧 哇 海星泛滥 居然有这么大危害啊 主要是苦难这些渔民 这个新闻大概已经过去了 半个多月了 这里我就想着要买一点 回来试一下 不管怎么样也算是 支持了一下渔民啊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啊 他居然要卖断货了 说是最后一批 我是真服了我们这帮吃货 买回来了 48块钱三斤 猜了 应该还是很新鲜的 看一下这个派大星怎么样 这真挺漂亮的 这里有个断腿来的 据说他的腿断了之后 是可以自动生长修复的 OK 我们来蒸一鲜 试一下 看看到底好不好吃 觉得好吃的Q1 不好吃的Q2 觉得我上到了呢 真好啦 他的做法就非常简单 洗两斤之后放入锅中 蒸个15到20分钟 OK 哇 好烫啊 看一下 哇 哇 哇 好好看啊 蒸完之后也没有什么变化 我们来挑一个 它是吃里面的籽儿 看一下 哇 还是挺满的 哇 好鲜啊 这还可以 这样吃起来我感觉 郁月像吃这种蟹黄 特别鲜 而且特别嫩 看一下它里面好满啊 它其实还有一点那种颗粒感 有点像吃那种鱼竹的感觉 因为它是海鲜 它就有那种自带咸味 任何调料不放它都有那种咸淡 哇 它的准真的太多了 我已经吃一只了 再有点醋 来一个大胳膊 爆了爆了爆了 啊 这个里面更多 再点醋 其实我刚开始真没想到 它有这么多籽儿 它吃起来就有点像吃蟹黄 而且特别多的蟹黄 特别满足 满足 我估计好多人都没有吃过这种海鲜 想吃的真的可以去试一下 除了它肉质的颜色不好看之外 其它的都还可以 我应该已经吃了三到四只了 最多会有一点点腻 有一点点上头 现在我就慢慢的和我们家里人一起分享 好吃吗 好吃